以色列总理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,以色列战机可达伊朗。 墨西哥财政部长宣布辞职,称与总统分歧太多。 法国教育部长称,高考阅卷老师将因罢工受到处罚。 联合国报告,气候变化和不平等,威胁人类可持续发展。 以色列总理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,以色列战机可达伊朗。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湖7月9日在针对伊朗的最新言论中警告称, 以色列的战斗机可以到达中东任何地方,包括伊朗。 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9日报道称, 在视察装备F-35战斗机的空军基地时, 内塔尼亚湖批评伊朗日前突破浓缩油风度上限的做法非常危险。 并称,以色列的战机可以到达伊朗。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穆罕默德·巴盖利7月9日将矛头对准英国, 称英国在直布罗陀海峡非法扣留伊朗邮轮一事,不会不了了之。 德黑兰将在必要的时候对英国的卑鄙行径做出回应。 据伊朗德黑兰时报9日报道,巴盖利当天表示, 伊朗将动用所有政治和法律力量,确保被扣留的邮轮获释。 伊朗新闻电视台9日报道称, 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言人卡·麦勒万迪8日称, 伊朗的浓缩油风度已经突破伊核协议规定的3.67%的上限, 将浓缩油风度提高至20%并增加离心机的数量, 都是伊朗下一步减少履行伊核协议承诺的选项。 他称,现在伊朗不需要风度为20%的浓缩油, 但当我们需要的时候,我们将生产它。 当我们产生风度更高的浓缩油时, 我们不存在任何技术障碍。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 法拉哈特皮什表示, 伊朗可以发展风度为20%以上的浓缩油, 也可以发展风度为90%的浓缩油。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9日报道称, 伊朗发出的威胁给欧洲国家带来新的压力。 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电话交谈, 讨论确保伊朗不获得核武器的努力。 美国副总统彭斯警告称, 伊朗不应该将美国的克制与缺乏决心混为一谈。 一名法国总统府官员表示, 法国总统马克龙派遣的高级外交顾问9日抵达德黑兰, 试图缓解紧张局势。 墨西哥财政部长宣布辞职, 称与总统分歧太多。 综合报道, 当地时间7月9日, 墨西哥财政部长乌尔苏亚宣布辞职, 墨西哥股市与墨西哥比索汇率双双下跌。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,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下午45分, 比索对美元汇率下跌1.1%至19.13%, 创下下一个月来的最低水平。 墨西哥股市也受到冲击。 据中央社报道, 墨西哥股市下错了1.77%。 据报道, 乌尔苏亚是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。 他在社交媒体推特上, 发布了一张辞职信的照片。 在信中, 他指出他和墨西哥总统在经济问题上存在大量分歧。 其中一些原因是本届政府, 在没有充分依据的情况下, 做出了公共决策。 他说, 我相信所有的经济政策都应该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。 然而, 在我的任期内, 这些信念没有得到回应。 他还对墨西哥总统任命的官员, 对公共财政一无所知提出猛烈批评, 并表示无法接受。 报道称, 墨西哥总统奥布拉多尔接受了乌尔苏亚的请辞, 并任命现任副财政部长艾雷拉接任财长。 据悉, 有数据显示, 墨西哥第一季度经济增长陷入停滞, 同比仅增长0.1%。 奥布拉多尔的一些经济政策举措, 比如取消在墨西哥城建造一座新机场的130亿美元项目, 已经招致了墨西哥商界的批评。 法国教育部长称, 高考阅卷老师将因罢工受到处罚。 据欧洲时报报道, 法国教育部长布朗盖7月9日表示, 高考罢工阅卷老师将受到处罚。 除了常规惩罚, 教育部会采取个案分析的原则, 对部分涉事老师甚至会采取行政惩罚。 2019年法国高考期间, 17.5万月卷老师中有2000人参加罢工。 据悉, 法律规定, 高考罢工的月卷老师延迟提交试卷, 会被按天扣工资。 不过, 部分罢工人员将接受更加严重的惩罚, 比如有人阻止评审官参加评审, 或将接受行政处罚。 法国高考危机之初, 布朗盖一直保持强硬立场, 认为公职人员享有权利的同时承担相应义务, 不能任意妄为。 据报道, 2019年法国高考期间, 月卷老师罢工拒绝输入成绩抗议教育改革。 教育部长布朗盖将平时成绩代替缺失的试卷分数。 该措施涉及3万份考卷。 高考成绩7月5日接榜后, 不少学生拿到临时成绩。 7月8日, 罢工老师将扣押试卷上交。 9日上午, 考生获得最终版成绩。 报道称, 对于考卷被扣留的考生, 从最终成绩高低来看, 他们不会受到损害, 反而是月卷老师罢工的收益方。 因此, 法国高考混乱引发的诉讼, 很难由这些学生发起。 不过, 高考成绩公布后, 不少家长咨询律师, 尤其是落榜学生, 会认为此次高考对学生区别对待, 可能会觉得不公平。 对此, 法国媒体《解放报》分析称, 落榜的学生很多来自工人家庭或父母处于失业状态, 他们一般没有财力进行起诉。 联合国报告, 气候变化和不平等, 威胁人类可持续发展。 据外媒报道, 当地时间7月9日, 联合国经社事务部发布了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报告。 报告称, 气候变化以及国家间和国家内部日益加剧的不平等, 正在破坏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进程。 报告指出, 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确立四年之后, 世界在一些领域取得了进展。 例如, 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减少, 2000年至2017年期间, 儿童死亡率下降49%, 全球近90%的人口用上了电力灯。 但是, 联合国副秘书长刘正明表示, 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进程, 仍然存在巨大的挑战。 他说, 最迫切需要采取行动的领域是气候变化, 因为气候变化可能会影响减贫方面取得的进展。 据悉, 2018年是有记录以来第四个最热的年份,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持续上升, 海平面不断升高。 环境恶化正在对人们的生活造成影响, 极端天气引发的自然灾害, 以及生态系统的崩溃, 使得粮食不安全加剧。 人们的安全受到危险, 健康状况恶化。 许多社区正遭受贫困, 流离失所, 不平等现象也在扩大。 此外, 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日益加剧的不平等, 需要得到紧急关注。 据悉, 世界上最脆弱地区的国家和人民正遭受更多的苦难。 四分之三的发育不良儿童生活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。 农村地区极端贫困率, 是城市地区的三倍。 只有三分之一的严重残疾人, 能够领取残疾养去精。 妇女和女孩仍然面临实现平等的障碍。 不过, 尽管存在这些威胁, 但报告已表明, 通过利用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相互联系, 可以推动社会发展。 例如, 减少温室机体排放与创造就业机会, 建设更宜居的城市, 以及改善所有人的健康和繁荣密切相关。 阅谱, 高层的城市 发展目标课, 并且垃圾他的身体装说明。 遵守,